你今天就偷餐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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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果你怎么了 为什么我没事 我刚刚听到你大喊大叫 是不是说什么事情了 我真没事不要来放我 冯浩真对不起啊刚刚我 没事我只是担心你 担心什么 就是自从管件事之后 你知道那个人吗 那个人 就是那个神秘的怪人 他穿着一身黑色缝衣 戴着面具 帽子压得很低 身材跟咱俩差不多 每次我看到他 他都在暗中盯着我 自从我父母出事后 我不管上学 吃饭 甚至做梦的时候 他都会出现 你经过痘吧 学校里怎么会有证据呢 他确实存在 而且就算现在 他还在担救我 黄少果 你要不听话了 出去发展 是 少果他 解释什么 在这样的话一起出去 你这个疯子 我赶紧听了 这是你的幻觉 你的想象 无法避免 事实就是这样 你抵赖他 你否定他 你躲避他 只不过是自欺欺人 终于我 会尽着的争论 怎么样 你现在还怕我吗 我 我再也不会怕你了 其实 我只不过是个影子 在思想的夹风中生活 当绝望的影影笼罩你时 我就出现 当希望的太阳出生时 我就死去 而现在 我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他 走吗 是啊 他已经永远地走了 老师已经将你弟弟调到咱们班里了 啊 出国 你要去找他吗 等这个 你要做的就是你 从虚化 比较现实 你竟然去投他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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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这里 为一个要到安息去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